贝多芬曾说,有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 所谓知己,也就是最懂自己,最能聊得来,最会在困难时为你挺身而出的人。 因为两个人相遇不易,成为朋友更加不易。 只是人性难测,难免会交错朋友,付错了真心。 接下来案例中的女主人公,就被十多年的好友逼到只能绝交。 小倩和贝贝两人是十多年的闺蜜,从初中开始两人就是同座位,就连家也住得特别近。 那时的他们一起上学放学,好的像是一个人,直到高中才分开。 虽然高中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两人还是保持着联系。 平时一放假就约出来玩,也常常到对方家里去做客。 直到大学,他们又报考了同一所大学。 两个好朋友终于又可以形影不离了。 两人中,小倩的家境略差一点,因为自己的母亲一直不上班, 家里开支都是父亲一人承担。 而贝贝的父母都是双职工,平时对贝贝也是比较宠溺。 当时学校里大学生的伙食费大都是一千多左右, 可贝贝每个月能有两千多。 这一点点的差距,从来没有影响过两人之间的感情。 直到进入大学,小倩发现贝贝好像变了。 大学的男女都已经成年了,脱离了高中的紧张学习, 都放飞自我,紧跟潮流。 尤其是女生攀比现象尤为严重。 一开学,贝贝宿舍的人都偷偷打量贝贝。 看她穿的连衣裙不像是地摊货, 脚下的运动鞋更是名牌。 贝贝不知道她寝室其他的三个女孩都是农村出身, 自然对她的家境感到极度。 而小倩这里倒是和宿舍的朋友融合得不错。 两人相约在食堂时,贝贝和小倩诉说寝室的情况。 小倩劝贝贝不要生气, 要是和寝室的人合不来就少来往, 经常去找她就行。 可是贝贝性格强势受不得一点委屈, 非要给寝室的柠檬精好看。 于是,她开始利用金钱, 常常在室友面前显摆。 用着最新的手机, 不断更换着时髦衣物。 看到室友不痛快的样子, 贝贝就开心。 只是这样下来, 她的开销越来越大。 慢慢地, 贝贝变得特别在意金钱和物质。 小倩有时约她周末出去玩, 她都一一拒绝, 不知在忙些什么。 小倩父母都是老实的工人, 从小给她灌输的理念就是好好读书, 以后找个稳定工作。 所以大学四年, 她都勤勤恳恳地学习, 准备毕业考个稳定工作。 两个好朋友在大学里, 开始有了不同的人生目标。 而这边的贝贝因为渴望更多的金钱, 正向一个毕业就创业的学姐取经呢。 她羡慕学姐, 毕业几年就当上了个体老板, 还按揭买下了一个小公寓。 她不想老实上班, 赚取那一点微薄的薪水。 毕业后创业的想法, 开始在她脑海里萌芽。 大学的时光飞快, 两个好朋友就要毕业了。 在毕业典礼那天, 小倩找到贝贝, 高兴地和她拍了合影。 小倩说她毕业想考进当地国企, 有个稳定工作就好了。 而贝贝说她已经说服了父母, 拿到启动资金就去创业。 两人幸福地憧憬各自的未来, 在校园的草地上被靠背的大校, 毕业后的他们各自都比较忙碌。 但是时常微信联系, 一周也会见一次面。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 此时小倩已经如愿考进了当地国企做一名职员。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朝九晚五福利齐全, 年底还有年终奖。 而贝贝这边的创业项目, 进展得也有声有色。 她拿着父母给的十万元, 紧跟潮流开了一个奶茶店。 贝贝的奶茶店地段还不错, 加盟的品牌也比较知名, 生意一直都不错。 火爆的奶茶经济让贝贝赚了不少, 她准备在赚点钱给自己买辆车, 转眼两人毕业已经快五年了, 虽说也还在一直在联系, 但是感情却不如从前。 原来是贝贝的生意, 这些年赚了不少, 她已经换了宝马车, 买的包包也都是大牌, 还常常去外地旅游。 她的朋友圈总是令人充满距离感。 各种聚会下午茶的图片都精致不已。 贝贝常和一群贵妇一样的女生合照, 却从来没有小倩的身影。 小倩知道和贝贝的差距越来越大, 随着贝贝的新朋友圈的扩大, 小倩也自觉地很少联系贝贝了。 慢慢地, 曾经的两个好朋友不再联系, 只是存在于对方的手机通讯录里。 他们不联系的状态持续了两年, 忽然在今年春节之际, 小倩接到了贝贝的电话, 小倩, 我是贝贝, 好久不见了。 过年了方便一起出来吃火锅吗? 就像我们以前那样。 小倩一口答应了, 其实不联系的这两年, 她很想念贝贝。 只是她不敢找贝贝, 总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两人在以前的火锅店碰头, 贝贝点了不少好吃的, 说这次她请客。 整顿饭, 小倩吃得很开心, 还不时说起他们曾经的快乐时光。 只是贝贝好像是有心事, 没怎么说话。 就在火锅快吃完的时候, 贝贝开口了。 小倩, 我今年的生意开不下去了。 经济下滑, 又有疫情, 一直都在亏钱。 我已经把车卖了, 我爸妈也拿不出多少钱了。 我现在有困难, 借我点钱应应急行步。 小倩顿时, 哑口无言了, 她没想到之前火爆的生意,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再说, 她刚刚买了个小房子, 手头一点存款都没有。 不过她还是说, 贝贝, 我最近买了个小房子, 存款都填进去了。 不过, 我刚刚发了年终奖, 虽然年终奖只发给我两万, 但是明天我都取出来给你, 你硬下急。 贝贝听到这半天没说话, 最后不客气地说, 小倩, 据我所知你之前的年终奖都好几万, 还逐年递增, 怎么也有五万吧。 你说, 我是周转资金, 不是来找你借生活费来了。 不愿意借算了, 那也不要拿两万块当我是叫花子打发。 说着贝贝拿起包, 就甩脸走人, 而小倩却红了眼睛。 这两年公司效益不好, 年终奖也都是硬凑着发下来的, 那还能和从前一样。 她的真心被人踩得稀巴烂。 小倩是真的发现贝贝变了, 他们的十三年友谊 最终只能存在于过去的回忆里了。 案例中的两个朋友多年的友谊 就这样结束, 不禁令人唏嘘, 还告诉我们对待塑料友情, 要明白以下两点启示。 一、在友情里面对疏远, 最好的回应就是绝交。 无论是知心的朋友, 还是真心的挚友, 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只是在时间的见证下, 发现自己选错人, 交错了友, 那时又该如何抉择呢? 是舍不得放弃多年的友谊, 还是果断抉择, 选择放弃错误的友情关系呢? 其实你要明白, 真正的友情是无法切断的。 如果你们真的渐行渐远, 不似从前, 那也只能说明你们并不适合做朋友。 只有不适合的友情, 才会让两个人都默契地离远一点。 当你的真心, 在友情中碰壁又被疏远时, 不如顺其自然, 结束这一段本就不合适的友情。 因为成年人的世界是那样忙碌,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精力 去给一个不值得的人付出和浪费。 二、 如今的塑料时闺蜜越来越多。 其实, 友情这样的东西 大概率会发生在学生时代。 那时的你们 只是一个不安世事, 单纯的孩子。 天真和快乐是生活的主题。 而步入社会, 就会面临各种残酷现实和激烈竞争。 各种人性的劣根性也就展现出来。 案例中, 两人的友谊曾经也令人动容, 可是现实 让彼此越来越真实。 才发现原来多年的友谊 只是一场塑料式的感情。 如今, 塑料姐妹花越来越多, 朋友慢慢都变得勾心斗角, 甚至坑蒙拐骗。 现实的残酷让大家不再热衷于交朋友, 而是更享受独处。 其实塑料式的友谊, 不要也罢。 最好及时斩断, 免得遭受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收获自己的真朋友, 只是, 这需要我们学会仔细地辨别和观察, 别让自己的青春和真心被辜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